全球逐渐摆脱疫情阴霾笼罩之际 却又碰上了通胀风暴 各国政府大喊吃不消 许多国家的经济增长预期 多次遭到下调 尽管如此世界银行预计 东亚22个经济体 在今年的经济增长 会是去年的两倍以上 而我国的前景看好 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测 也获得上调 世界银行在东亚和太平洋经济 更新报告中预计 东亚地区今年的经济增长 预计将从去年的7.2% 放缓至3.2% 远低于4月份预测的5% 但是世界银行将我国今年的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预期 从之前预测的5.5% 上调至6.4% 这都得益于我国上半年的 强劲经济活动支持 但世行同时下修了 大马2023年的GDP增长预期 由之前的5%下调至4.2% 另外中国的房地产困境和动态 清零政策逐步拖累当地的经济发展 所以世行也下调了中国的经济增长预期 至2.8% 相比原本的5%降低了将近一半 而中国去年的经济增长则是8.1% 这也将导致一些东亚发展中经济体 今年的增长速度有可能超越 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这也是1990年以来 东亚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超越中国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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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